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双方在靠近四中心的不同方向 以小谷分队战术方式进行一防一污的争夺 两军大量使用无人机和自杀无人机 基本上每栋楼房被炸毁失守后 才进入又一条街区的战斗 这类残酷的战斗已经持续了四天 沃尔昌斯克住宅区的建筑物交替易主 直到变成废墟 争夺下一座住宅的战斗又开始 与此同时 沃尔昌斯克附近的乌克兰武装部队 战损也惨烈 周一 恰索夫雅尔以北方向 俄军进入卡里诺夫卡地区的 北顿涅次顿巴斯运河主岸 俄罗斯武装部队 完全控制了恰索夫雅尔 东翼和中翼 离市区三公里前沿 即加里尼亚村 乌克兰武装部队撤退至北顿涅次运河离岸 约两公里出构筑新的防线 周一 扎波罗热拉伯蒂诺方向也发生了同样激烈的战斗 乌军832旅作为全北约制式装备的精锐 一度作为辞员哈尔科夫防御的主力 与447旅同时抽调到沃尔昌斯克一线 周一 乌军第832旅 447机械化普兵旅 又从哈尔科夫回防到拉伯蒂诺 俄军突击队成功地从维尔伯沃耶西北进行穿插 双方的炮兵正在积极开展近火的对决 在拉伯蒂诺突出部以西 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进攻 并向拉伯蒂诺定居点北区推进 俄罗斯专家指出 顿巴斯全线已进入夏季的作战模式 俄军已结束冬季的攻势 俄罗斯国防部将一线作战的骨干 抽回到后方进行轮训 并组建了新的资源军女团 在夏诺夫哥罗德 福尔加上中下游各训练场 从顿巴斯抽调的战斗骨干 正系统的训练运动的战法 为夏季战役进行积极的准备 俄南部集群自愿官兵 在大布罗热后方的训练场 也进行突击分队作战协同 和人员的训练 突击分队 旨在突破乌克兰武装部队防御中 最复杂的部分 在训练场上 突击队员练习了射击战斗中移动战术 在与对手目视接触的情况下 使用手榴弹 反坦克榴弹发射器 以及轻武器压制射击点 和使用搬火力消灭狙击手 俄罗斯专家强调 一线突击队战斗力持续时间 基本上是在一至两个月之间 过了这个时间 可能因为战损而失去原来的战斗力 过去部队是主要训练防御的技能 而当下必须要做好运动战的准备 这就是为什么将骨干集中在训练场训练 而不是在站位上 部队华卫视鲁光 伊万 瓦拉特 扎波罗热的报道 请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Are you